3月4日就是那个百日施政 就是安华 安华的这个政府的在100天里面的绩效 所以我的看法是它不及格 为什么我讲它不及格 不是说因为我是反对党 所以讲它是不及格的 我所评的我的评语 是依据它以前所讲的 跟现在有没有做到 其实它第一天组成内阁的时候 它已经不及格了 就是12月3号它组成内阁已经不及格了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 它一直都强调说 它不可能跟武统克作 它不可能跟Yahit配合的 可是为什么不能跟武统Yahit配合呢 是因为贪污苦败烂权 可是它一上任过后 它就委任Yahit当副首相 为了什么 不是为了他自己要当首相 为了他自己的政权 所以他第一天都不及格了 第一天他也不及格了 他就委任他自己所谓的什么 自己本身为财政部长 我也是记得很清楚的 那时候他批评Najib的政权 Najib当首相的时候 Najib也当财政部长 他也讲得很清楚 没有可能是你自己申请 你自己去评估你自己批准 你自己批准然后你自己使用 可是他自己本身做首相过后 也委任了他自己本身当为财政部长 所以第一天都已经不及格了 再来我们都可以看到的 就是说接下来他委任 他的语和Nuru成为财政部长的顾问 因为很多事情 以前讲承认同考 你看第13届大选要讲承认同考 第14届大选讲承认同考 第15届也讲承认同考 现在今天罢了吗 你看那个Falina City的回应是什么 是没有决定 没有要 政府没有这个意愿要承认同考 不只是没有意愿 他也告诉你 也没有义务会对屋中拨款 所以这个很明显的 就是你在大选的承诺里面 你做不到的 你没有做到吗 以前讲说Linus一定要关闭 现在就是有条件的 要批准Linus 就是可以继续的营业 这个就是我所谓的无人的政府 我们也可以讲 在大选前要废除大专法令 现在的部长讲说 政府没有意识要废除大专法令 以前讲要废除国安法 现在又觉得又不需要填导 以前说要做什么 要有恢复地方政府 现在尼克敏就告诉你 这个是不是他优先要做的事情 他优先要做的就是他的厕所 我相信要赌核去提升厕所 所以这个全部讲来都已经告诉我们安娃的政府 是没有能力去带领这个国家 如果有能力的话也不需要把这一公布过后 我们的那个马比亚的汇率就跌到4.47的最低水平了 所以种种来讲是说 我们觉得是说 他这一次的所谓的安娃的政府是不及格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